再比如说光学防抖 那你像这样的套头的话 它一般来说都会有这样的VR或者IS或者OSS这样的光学防抖 但是如果你换上这样的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光学防抖的 而且一些入门级的相机 它也是没有机身的SMS防抖 所以你在拍摄的时候 团门速度就一定要更高一些 那你的画质就会下降的更多 而现在旗舰级的手机 主摄长焦三倍人像 基本上都是有光学防抖的 尤其是X100号刷 它还有微云台 就是防抖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们之前比较过很多的照片 会发现它可以在跨门速度更慢的情况下 拍摄出非常清晰的画面 就是因为它的SMS比较小 镜头也比较小 所以说它的防抖做的会更好一些 而相比之下这么大体积的一个相机 即便是有光学防抖 即便是有SMS防抖 它的防抖效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在这个光学防抖上面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劣势 尤其是拍视频的时候 即使Z30的套头有VR光学防抖 后期再加上VR电子防抖 手持边走边拍的稳定性 也是完全没有办法跟有微云台的X100Ultra比较 因为手机的SMS也好 镜头也好 相对相机来说都更加的精巧 相比APS-C画幅的SMS尺寸 对于防抖组件的承重要求更低 也更容易做得更稳定 而ZVE2代这台机器 完全阉割了之前RX100和ZVE原有的OSS镜头光学防抖组件 导致拍视频的时候只能使用数码防抖 即使索尼总是吹牛逼说内置陀罗伊防抖多厉害 但是通过对比的画面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 ZVE的画面稳定性相比于手机差了很多 整个画面晃动非常的厉害 尤其是暗光或者说夜景的时候 因为没有任何光学防抖 ZVE开门速度太慢 导致画面脱颖的问题 是没有任何的物理组件可以抑制的 而即便是有VR镜头防抖的Z30 在拍摄4K30帧的时候 相机它为了获得更多的曝光 快门速度会维持在三十分之一这种比较慢的情况下 手持拍摄的画面脱颖问题也很严重 相反你可以看到X100Ultra它的微云台 可以在光学层面上像上了稳定器一样 保证光线进入CMOS的画面就比较稳定 自然脱颖的问题几乎就没有 通过对比的画面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 每一帧画面X100Ultra相对于相机来说都会更清晰 CV1不仅在防抖上有问题 因为没有镜头的光学防抖 开启增强防抖以后 它其实是一个数码防抖 视野会进行进一步的剪裁 本来超广角等效18毫米 经过数码裁切以后 就会缩窄到24毫米作用 相反 手机的超广角 一般都是在14毫米 甚至小米的14Ultra是在12毫米 即使是使用超广角拍摄的视频 也有一些数码裁切 但是最终的视野宽度 还是要比CV1广很多 这在跟拍或者说拍摄Vlog 上面有很大的优势 视野更宽 你可以拍到更多的内容 CV1不光是超广角不够广 长焦最多也只能到原生50毫米 就算是开启了清晰影像缩放 最多也只能够到75毫米 这个与C30使用套头在长焦端的 等效焦距是差不多的 相比于手机 动不动就3.7倍 5倍6倍的原生长焦比 拍远景就很明显没有这么清晰 更不要说手机还可以数码变焦到10倍 20倍 甚至小米的14Ultra 还可以拍摄8K的视频 清晰度是Ultra的Log 你可以看到背部暗光区域的地方 明显是比CV1更好 几乎没有什么噪点 与CV1相同的背光区域的建筑结构 也是非常的清晰 同时天空的夕阳 还有云层的细节 也保留了非常不错 经过一些后期的调色处理 整个画面的质量是完爆CV1的 这还是在大白天光线非常强烈的情况下 一旦到晚上CV1的Log的画面 暗部区域 比如说树荫线 路人的头发 穿的黑色的衣服等等 几乎全部都充斥着大量的噪点 这对于画面解析力的破坏 后期是完全没有办法修复的 相比之下 可以看到手机的Log画面更加的纯净 噪点少 也不需要进一步的降噪操作 经过简单的调色 效果就很好 甚至14Ultra 在Log模式下还可以拍摄4K6帧的视频 正是因为它这块 只有1英寸的CMOS 尺寸太小 如果你稍微懂一点摄影技术知识的话 一定知道动态范围 它是跟CMOS的尺寸是强相关的 所以即使说有Log这种高级模式 也只是一个曲线罢了 也没有办法去拯救CMOS 底小这种硬件上的缺陷 所带来的画质的损失 最终成片动态范围 还是要有优秀的传感器芯片 还有很好的图像算法支持才可以 正是因为Log视频这样的特性 所以ZV1日常拍摄的时候 使用HRG这种HDR的视频 会比较方便后期 但是这几台手机都有杜比视界 它其实也是一种高级的HDR 尤其是在大光比的场景下 相比较下来 你会发现手机的画面 曝光反而更加的稳定 指出的颜色也更讨喜 后期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 对于不会后期的朋友 在剪辑的过程当中 调色上的压力会小很多 而Z30这种入门的机器 既没有Log也没有HDR 即使是使用Flight这种模式 也仅仅是降低了画面的对比度而已 其实拍摄出来的画面 整体的动态范围并没有任何的提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很多光比比较大的场景下 Z30它的高光都没有办法保留 直接就过曝了 手机却可以让整个画面 尽量不出现光线溢出的情况 如果做一些后期风格化的调色 Z30的视频是没有任何调整空间的 而这些缺陷 都是不能够通过更换镜头来解决的 像Z30这种几年前的过时的CMOS 本身它的性能就很差 所以你最终拍摄出来的视频的画质 其实是被机身所拖累了 好我们对比以后会发现 甚至在这种专业的视频的格式上 这些入门级的相机 就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优势了 是不是就像我最开始所说的 现在旗舰级这些手机 已经能全方面的 完全的碾压现在的入门级的相机 甚至一些老的旗舰级的相机 那别的手机方面的优势 我还没有说 比如说手机它是一个智能的系统 我拍完照片拍完视频 我立刻就可以点击 立刻就可以修图 立刻就可以发朋友圈 立刻就可以分享给别人 相机可以吗 不可以 SD卡 你这个还在 这还没有SD卡 假如说你出门忘带SD卡 怎么办呢 SD卡拿出来 你肯定还是要 倒到电脑上 倒到平板上 倒到手机上 然后再去处理 很麻烦 如手机方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续航方面 尤其是这种入门级的相机 它所使用的电池都是比较小的 大家知道R50什么的 都是LP17这种小电池 尤其是ZB1 拍4K视频的时候 哇 那个续航短的要死 如果要带这个相机出去使用的时候 我需要专门带上这样的电池盒子 需要带好几块电池 要不然路上根本就不够用 手机就非常方便了 首先 它的电池容量比较大 拍摄一天基本上都够用 而且它也有快充 没电话 用充电网充就可以了 相机有些可以充 有些甚至你在充电的时候还不能用 这就非常的麻烦 在续航方面的话 手机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再比如说长时间拍摄的时候 这个手机 它拥有非常好的 非常优秀的散热 包括它里面的ISP芯片 CPU SOC 都是3纳米4纳米这样的 但是相机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 它其实不需要为了散热 或者为了Go out 去做非常好的制程 甚至在里面很多的芯片 都是40纳米 跟手机差了不知道多少带 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设计 所以它不光是续航控制不好 长时间拍摄视频的时候 还容易过热 甚至包括今天这期节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也是完全使用手机拍摄的 没有使用任何的相机 拍摄4K6人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而且没有任何过热的现象 再比如说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手机它有防震防低 像IP68什么的 或者你出去去一些 比较热烈的环境拍摄的时候 比如说风沙雨雪 或者说在海边玩耍 或者下雨天 像我们之前去泼水节 对吧 这种环境下 我可以非常从容地 逃出来手机进行拍摄 不管是拍摄照片 还是拍摄视频 我倒是没有那么多担心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你敢用这种入门级的相机吗 旗舰级的相机 有防震防低 你可能还比较大胆一点 但是这种入门级的相机 基本上是没有防震防低的 尤其是这种卡片机 不可以更换镜头 那这个沙子 卡到这个伸缩结构以后 就会坏掉 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G7X就因为进沙 完全坏掉了 你更不要说泼水了 碰一点水 你要担心半天 怎么在这种到处都是水 到处都是沙的环境下 去使用 而且对于入门级的用户来说 很有可能会在这种 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去使用 所以这一点 是入门级别的相机 最大的一个劣势 也是我非常不推荐 大家现在去买这些相机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毕竟是几千块钱的东西 坏掉怎么办呢 你修多少钱呢 OK 那我说了这么多 对比了这么多的素材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 一定程度上的理解 为什么我之前的节目 对于Z30啊 ZV1啊 或者说R50啊 这种入门级的相机 非常不待见了吧 就是因为你实际的 真正的比较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 入门级的相机 四五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旗舰级的手机 也是四五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但是你买到的性能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反而是旗舰级的手机 各方面的表现 都是碾压入门级的相机 那为什么要花这样的钱 去买一个性能更差的东西呢 只是因为它看起来更大 或者更专业 或者给你的感觉更好 这些入门级的相机 现在这样的一个画质 随身就携带这么大一个相机 对吧 那我每天都会带着我的手机 那如果我遇到一个好的场景 或者说想要记录的东西 我的手机就可以 非常轻松的完成我的想法 那你说买这些入门级的相机 带着又不方便 画着又差 性能又不好 是不是脑子挡它了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们现在能够同意我的说法了吗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几年前 国产车跟合资车一样 你说几年前 你买个比亚迪 买个奇瑞 你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 你现在再去看看 合资车现在降价降成什么情况了 包括奔驰宝马 奥迪都一直在降价 你更不要说丰田本田那些了 你不降价根本就卖不出去 你降价以后 很多人还要点点点点考虑考虑了 反而是越来越多人去买 更省油 内饰更好 更加智能的 国产的汽车 其实现在手机的性能 特别像前段时间 比亚迪新发的 秦也二 DMI 5.0 说是一箱油可以跑2500公里 你们可以去外网看一下 老外对于这个车的评价是什么 绝大多数人都是不相信 就觉得中国吹牛逼 但是如果你看过国内实际的车评的话 你会发现 显眼二就是这么省油 没有吹一点牛逼 就像很多人永远不会相信 比亚迪会出这样高性能的车一样 对于旗舰机手机的性能 也不是说大众一夜之间就可以完全接受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还是要有很多的人 再去花一些冤枉钱 买入门相机 就像现在还有人会去买 朗逸 轩逸 卡罗拉一样 他们需要一定的过程 真正的体验到什么是垃圾 自己的观点才会改善 现在的入门级的相机 是完全不值得购买了 你买完以后 它的性能也没有任何提升空间 还是说它画质也没有手机好 所以现在购买相机 你要不就是买这种性能比较好的 旗舰级的API-C化妇相机 比如说6700 它可以拍着4K120帧 4K6帧 超彩阳色210bit 再搭配一些大光圈的 画质非常好的定调镜头 比如说微卓的1.2光圈的 Pro级别的镜头 你要不就是只能去买乔哈佛的相机 因为它的底更大 高像素 5000万 6000万 再加上一些大光圈的 画质比较好的乔哈佛的镜头 你才能跟手机拉开比较明显的差距 否则的话 你花五六千块钱 买这种入门级别的相机 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咨询我 S30可以买 R50可以买 我都是一概不推荐 就推荐大家去买旗舰级的手机 你先用这些旗舰级的手机 用这些专业的功能 先玩玩 感觉自己是不是喜欢摄影 或者说能不能通过这些手机 就把日常的照片拍好 你再去花更多的钱 去买性能更好的相机 画出更好的镜头 才能更加的去发挥你的摄影技能 否则的话 你买这些东西都是吃灰的 希望今天这期节目 能够帮助各位 去比较清楚的了解到 为什么我不给大家推荐 这些入门级的相机 反而是推荐大家去买旗舰级的手机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